F.35库龙正式形成出始作战能力2AC,近美国海军人机协会网站,三月一日的报道,第一份装备F.35库龙的航母是CVN,70卡尔人参号,目前其他队的USA,147I共英雄将在军军队,配备了10架F.35库龙,到201年,这份超级核动力航母,将配备90架F. F.35库龙和直升机,然后交入地区舰队,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,也就是中国的周边,2021年,卡尔人参号将满载F.35库龙,部署到中国周边F.35库龙是一款标准的武道机,除了暂时尚未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之外,在武生,超机动讯和信息化作战能力上面有1,000,15为代表的第三代, 电车机,特别是它装备包括ANAPG,81有能相控镇雷达,AAT,37光并分布式孔径系统,AAT,40光电脑转系统在内的各种先进传承器,更是赋理了它远超三代机的战场态势改正能力,甚至比导致四代机F.22还要强。 所以2020年,当卡尔人参号核动力航母买在F.35库龙,部署到西套平阳地区之后,必然会对我们形成极大的压力。 F.35库龙在信息版正能力上能央三代建造机任何任何楼间。 F.35库龙这种第三代建造机能够对抗次代五代建造机的想法都是错误的。 咱们不说二口的术语,就说一个常实性的问题。 美国人最近经历弄出来的五代机,如果能够被三代机轻松对付的话,是美国人太傻? 还是美国人喜欢拿十分航母和国家的命运奔奥系? 成蓝、尖、十五也在不断改进。 比如汪装有人向控制楼堡,能够使用电子弹射器弹射起飞。 甚至出现了LF-A,腰包具陶袖着那样的电子战型号。 但是三代机和四代机五代机的差距,不仅仅是三代四和五数字的变同,而是母义模式和圣地模式的区别。 打过游戏就知道其中的不同。 母义模式和圣地模式的区别,大家都懂,究竟如此。 2015年7月31日,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-35B已经宣布具备出使作战能力。 207,正被部署到LH-1黄分号,远期攻击线上。 2018年1月6日,干净携带十云叫F-35B加入美国海军太平王峡市第七战队。 不客气地说,仅仅是十云叫F-35B的战斗力,就超过美国海军阳营加上所有间。 十云舰斗机的战斗力总和,如果在加上凯尔元三号上买到的七八十架F-35库龙, 美国领域更建起来的两三行米的优势,将会被瞬间补销干净。 黄分号搭载十云叫F-35B 战斗力超过辽民舰,正因为如此,美国必须销快战斗货带机的研制速度。 最近,不有传言称,美国将在F-31的基础上,推倒重来研制一种中型人生建造机,高机被命运为坚。 F-35,不管消息的真假,我们目前要做的只有两件事。 一,确保这个所谓中,F-35的性能,一定能够对抗F-35,至少不能照热视。 其次,较快进步,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,速到建造机这样的重点性命,前不是问题,时间才是问题。 即使我们从今天就开始将复原制,最少也比人家问候了六年之久。 时必我待,只争周兮,加油吧! 时必我待,只争周兮。